日本近甘县冰松市市長和市長率領官公補充燈 24號前往南道管政府參訪 官長可惜華因為參加中部在日本台相長會議沒辦法出席 所以由副官長翁隨地代表交代 並且表示希望疫情過後可以加速兩官司的發展交流 日本近甘县冰松市跟南道管在歷空一六年的時候 長翅立華潭 冰冰鵝 兩鵝提及合作客義 最近幾年因為結晶的關係 觀光頂頂的交流受到阻礙 現在結晶穩定 現在可以回合兩官司時間的交流 湖を通じてお互いに観光交流のありました浜松 そして南東県日月山 この交流をさらに深めるという思いで 今回こちらをお邪魔したところ ここ数年コロナで世界的に動きが止まってお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その流れもこれで収まりまして 再次活発な交流が再開する そのようなタイミングになりますので ぜひともまたかつてのように お互いの交流を深め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まずはそれを保育ての高い それが副市産無限 副管長王徐璃 参考に日本貴賓をつける 今後にもご賞職産競力になる 副管長 myös請出大拳 冰松市市场已丢人 到后来参加 里华谷漫人印度 世界第一颗普兰会 里华谷主行车给令花丁丁的花丁 我想金刚县冰松市在很多地方 包括山川行事 还有文化 教育 农产 各方面跟南都县都有一些类似 尤其它有79万的人口 虽然面积是南都县的四分之一 但是我们两个当地方的交流 对于两个地方的各方面的发展 应该是很有帮助 所以在观光的交流的基础之上 未来双方展开各方面更多的交流 是可以期许的 冰松市长风团 24号的布 北方六月档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冰车在准 一家人车有了 按时会进行交流宏圆 相方会进行干部 介绍两个观光主缘 并且共同讨论 欧修的合作主义 既然留意您参观报道